看一下麻麻的肉馅外焦里面的 看着就好吃 伙伟爷今天做什么吃啊 今天买了个莲藕 咱们做一个莲藕腐皮肉卷 外焦里面的别提多好吃了 来看一下怎么做的 先把这个皮给它去一下 莲藕洗干净之后不用切 用这个刀背给它剁一剁一行 再准备一块二分肥八分瘦的猪肉 给它切成大块 放到绞肉机里给它打成泥 看一下咱们自己搅的这个肉馅 它就是好 搅好之后呢放到大碗里 放多一点的葱花 下面呢咱们给它调个味 放点食用盐 来一点松油鲜 胡椒粉 生抽 再来点蚝油 再放入一大勺的淀粉 用手给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行了 准备挤上这个腐肉骨皮 这个一包里面呢有三十大片 可以做火锅也可以做汤 都非常的鲜美 把肉放到豆皮上啊 然后给它整一下 然后再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看一下 漂亮啊 水开之后啊 咱们上锅给它蒸上十五分钟 蒸好后打开盖子 直接吃也可以啊 或者是给它切成小段 再煎一煎 两分都给它煎至金黄啊 像这样就可以了 看着特别有识意是吧 必须的 感觉跟过年一样啊 让它过年一点走啊 嗯 别说啊 过年上了这么一盆啊 它也是非常好吃又好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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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